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选拔航天员在何专家 消息说当局将会招募本港博士研究生 演唱会大型屏幕多下事故 政府说调查已进入尾声 将会取得律政司的法律意见 希望可以尽快交代 印尼东宅瓦有球迷冲突 酿成人踩人 增加至174死 详细内容 央视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说 内地展开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 并第一次开放给港澳地区人士 参与在何专家轮选 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 同我们一大追逐航天风向建设航天强国 我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正在进行 我们期待你得加入 央视报道 今次一共选拔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 包括7至8名航天驾驶员 3至4名航天飞行工程师 及大约2名在何专家 驾驶员会由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中选出 在何专家就会由太空科学研究 及应用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选出 办公室预计随时大约1年半选拔 而所谓在何专家 即是负责太空站内的实验 消息说当局将会招募本港的博士研究生 特首李家超形容 是国家向香港送礼 振奋人心 极具历史意义 会全力协助和配合船舶工作 这个希望有机会成真 据了解国家载人航天工程 将会招募本港博士研究生 参与升空任务里面的在何专家的论选 即负责在太空站内进行各类型的科研实验 目前曾经上太空的内地航天员 全部都有空军背景 不过政府早前书面回应立法会质询的时候 就说2020年选拔的第三批一共18个航天员 除了空军飞行员 也有其他专业领域人员 例如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以及科研单位的专家等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制计师杨尼慧 之前就曾经说 第三批航天员中要同时 简选出工程师和载贺专家 以应对未来太空站的建造和营运 当时载贺专家的要求 是持有博士研究生的学历 并有3至5年的工作经验 根据内地当局的资料 轮选包括初选 由于太空仓的空间和负载能力有限 航天员的身高体重也有要求 例如身高要介乎160至172厘米 年龄最多35岁 之后有多一轮的临床医学选拔 确保航天员不会有遗传性 或者容易复发的疾病 避免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环境发病 影响任务 为了确保航天员可以应对到失重 超重和缺氧的环境 航天员的心血管功能 和离心机和低压仓检查的表现 将会成为指标 就算成功出船 都只能成为预备航天员 要经过3至5年的严格训练 才可以成为担任飞航任务的真正航天员 无线电视记者蓝细新报道 曾经参与去年内地航天科学家访港活动 有致成为太空仁的本港中午学生说 对国家第一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感到兴奋 会在学科知识上好好装备自己 或是一些体验人或是家流的东西 转体下MIRROR演唱会大型屏幕 度下事故 政府说调查已进入尾声 消息说当局正是就改善措施咨询业界 包括按舞台中置的复杂性 增加注册工程师把关的次数 演唱会大屏幕度下事故发生两个月 政府调查工作小组仍未有最终的报告 事故中重伤的舞蹈员李启燕仍然留意 他的父亲李姓林说 希望小组可以尽快找出事件的来龙去墨 还一个公道和交代 并且作合理的处理和跟进 政府说警方、劳福局和康文署三方面的调查有进展 将会取得律政司的法律意见 希望可以尽快一并交代 据了解政府正是就改善措施咨询业界 方向之一是细化监管工作 其中一个初步考虑的方案是 视乎工程的复杂性和风险分级规管 越高风险的针对重要步骤 需要提交分工表 方便有事的时候追查 注册工程师也要定期尽查 有别现时正是需要在完成之后 由工程师签署认可文件 方案又建议设有惩罚制度 如果出现问题会被罚停赛 一段时间内不可租借场地 有业界希望政府可以就 因而衍生的额外成本提供补贴 他认为这些措施 在家庭保障台上所有演出和工作人员 有必要去做 毛斯尼斯记者质卷文末多 政府公布首阶段检讨幼儿住宿服务报告 劳工加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会研究是否定名抽查闭露电视片段的最低时数要求 更有效防止若疑 他又说新增设的幼儿照顾员不用注册 但不会监管不到 接连有院舍发生若疑或怀疑若疑事件 最新包括保粮局的婴儿组 劳工加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讲精讲粗话 相关的调查仍然进行着 暂时很难评论是个别事件 或是内部文化出问题 当局日前公布首阶段检讨幼儿住宿服务的报告 提出增加照顾幼儿人手的比例去到1比4.5 不过同乐局的事件反映幼儿工作员长期难请 如果不调整相关人工怎么解决 孙玉涵就说 机构可以在一筆过撥款资助里面调动 机构请人的时候它有弹性 即是它可以因应劳工市场的状况 它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 这一刻的确我们都明白 它们机构都请人不容易的 报告建议增设幼儿照顾助理减轻工作量 孙玉涵承认他们不需要注册 病房都有最基层的帮手 目的是减轻病房护士的工作量 让他专心可以做他专业的工作 其实这里换转回看幼儿的住宿父母 是一样的道理 机构也要就他工作和他工作的成效 作出监管和指导 他说相关院舍已经安排足够的 闭路电视加强监察 不过报告没有具体建议 要抽查多少片段检视才合适 社署都会探讨一下 在设计的具体安排是否有 需要订一个最低的要求 是要符合私隐的要求 所以我们似乎就未必可以完全实事 其实已经找了一间大学 就帮忙用他的一些技术 看看可不可以用好那个 闭路电视的片段 更容易找到一些大家担忧的地方 现在其实已经在同乐居正在试用中 据了解相关技术是指透过电脑 自动适避一些怀疑高危弱疑动作 对于表现不达标的机构 报告就建议设计监察期 如果没有改善再跟进 孙悠涵就说监察期不会长 以同乐居为例是一年 但不排除如果情况特殊可以缩短 无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国际消息方面 印尼发生严重球场灾难 东爪哇有球迷冲突 央成人踩人 当局收定有125人死亡 过百人受伤 死者包括警员和一个五岁小孩 总统佐科维多多下令相关部门 重新审视球场保安 国际据协就要求印尼提交调查报告 体育部长就事件道歉 在比赛结束之后 大批球迷从观众席越过栏杆 进入球场草地 场面混乱 工作人员护送球员离开 防暴警察也都在场 但部分球迷没有离开 有人向警车订杂物 之后防暴警察追捕他们 向球迷挥拳 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 事发在星期六晚 印尼东走华马郎市举行甲组足球联赛 结果阿雷玛以2比3 不敌帕尔斯巴雅 怀疑有球迷不满赛果引发骚乱 据报有球员进入跟衣式期间 被球迷追赶 警方说当时有几百人为了避开催泪弹 一起涌向闸口 部分人遭到踩踏或者缺氧窒息 当场死亡也都有警员信迟 场外有汽车遭到销毁 据报有关部门出售四万二千张门票 但球场只可以容纳三万八千人 印尼据协最初话会暂停赛事一个星期 但总统助科维多多就指示据协 在完成调查之前暂停所有赛事 他又下令相关部门重新审视球场保安 体育部长就事件致歉 承诺会彻查出事原因和审视管理 这次被视为是全球最严重球场灾难之一 国际据协一向禁止在球场里施放催泪弹 已经要求印尼据协呈交调查报告 印尼将于明年5月至6月间 举行U20世界杯 外界就关注今次事件 可能动摇外界对印尼举办球赛的信心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说 普遍公务员不认识国情 又认为应该减少公务员团队中不适合的勇员 英国首相卓慧斯 因为提出的减税措施 令到通胀升温 民望跌到负数 多地都有民众示威 回到新闻时间 近年部分公务员表现受批评 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说 普遍公务员不认识国情 认为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又认为应该减少公务员团队中不适合的勇员 公务员现在要宣誓效忠香港特区 新入职的更要通过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的考试 但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说 目前公务员最大的不足 仍然是普遍都不认识国情 欠缺国家和国民身份认同 但是认识基本法等等的条文 不代表认同 我们接受的教育 在英治时代是刻意 是隐没了一些近代史的 还有当时管治的方面 他都很明显 他是不想身份认同 归向我们自己国家 另外就是因为近年中国崛起 在地原政治上向外国的势力 是有需要因应他们自己自身国家的利益 去考虑是怎样可以压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在宣传或者文化做了很多功夫 我可以说是污染了很多香港人的思想心态 他认为应该由情怀入手 加强公务员的国情训练 强调香港公务员团队仍然非常优秀 若果形容设立学院的目的 是要整治公务员并贴切 他说部分的课程会有考试 不合格的话会向相关公务员的尝试转达 曾担任警务署副署长又负责过警队培训 国任书认为公务员未必需要好像警队似的纪律要求 但要有公务员应有的诚信 服务心态和思想 国任书又说未来会邀请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等担任学院港师 又计划到访北京、上海和新加坡了解当地公务员学院的运作 本港新增3569宗新冠病毒确诊 新增的本地感染占3354宗 输入个案就占215宗 再有4间安劳同残疾院舍 一共4名院有验疫 9名院有需要接受检疫 多6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960人死亡 香港总商会总裁梁绍基说 即使短期内可以完全取消入境检疫限制 本港经济第四季也很难见到明显增长 他强调本港人手短缺严重 未来要提供和邻近地区相弱的优惠争人才 入境检疫放宽到0加3大概一个星期 入境人数未见大幅反弹 商界要求进一步放宽到0加0 香港总商会总裁梁绍基说 即使本港短期内可以做到 本港经济在第四季也很难见到明显的增长 即使在未来很快的时间见到0加0 相信大量的这些活动可能都要在年底 甚至明年才可以见到 所以对香港的经济活动应该在明年第一季 可以反映到出来的 作为一个中西的桥梁 内地通关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要香港真正復偿 相信要等内地免检疫通关 香港才会完全恢复我们过往的功能 梁兆基又说 上半年的调查有大概一成的会员企业 表示会永久迁离本港 整体会不会回流 要视乎企业是不是侦重大中华市场 否则相信短期之内难以做到 又说当局未来在签证税务等等 要提供和铃近地区商业的优惠增人才 香港其实过往的人才输入计划 是注重一些非常高端的人才 甚至是一些出色的企业者 或者是他们在行业里面 是有一些一定成绩的 作为一个经济城市 其实是中层的人才反而是最重要 现在还需要大量 香港每年的优财输入计划来说 大概都是几千人 这个仓海一宿 你怎么可以推动到经济增长呢 他说现在创科和相关行业 只有大概十万人 大部分都在政府工作 如果本港要成为创科中心 至少要多十万人 促请政府大刀阔斧 改革输入人才计划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恩报道 澳门十一黄金周第一日 有超过五万六千人次旅客出入境 澳门旅游业会预计 今明两日是人流的高峰期 由着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来到黄金周第二日 大三巴的人流恢复了不少 虽然人流有所增加 但桑户华仍然不及疫情前水平 澳门政府公布 黄金周首日出入境旅客超过五万六千人次 其中入境旅客有三万七千多人次 出境就有大约一万八千人次 澳门旅游业会估计 假期第二和第三日是人流的高峰期 相信旅客量和酒店入住率 比去年有两成以上的增幅 整体酒店入住率达七成 但房价升幅不大 一般一些在金康大道的酒店的价钱 都去到差不多是 大概是千来两千元一万 可能一些三四星的酒店 其实价钱都去到大概四五百元这些水平 可能就未必是比平日会升很多 但起码都是比平日的价钱有所调节 胡锦刚又说澳门的客源主要来自广东省 所以若过这些地方的疫情比较稳定的话 对未来几日黄金周的客量有信心 内地新增548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零下疫情持续 新增162宗集中在中卫市 西藏有54宗 四川有52宗 天津新增的29宗 全部在管控人士西查中发现 而广东新增27宗 深圳占24宗 福田区亦田村多栋大厦居民即日开车 需要连续三天进行三次核酸检测 而广州南沙区因为出现以上西查结果 全区展开核酸检测 部分区域临时封控 另外上海新增5宗病例 北京有2宗 其余病例分布在贵州、内蒙古等多地 转体下 英国首相卓卫斯上台不够一个月 民望插水 最新民调的正支持率跌到负数 保守党的支持率亦急跌 他提出的减税措施 领导通胀升温 触发民粉 伦敦等多地有民众示威 卓卫斯表明会继续捍卫减税措施 在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外 星期六有几百个民众聚集 抗议能源价格高企 生活成本高涨 要求政府尽快解决经济问题 执政保守党星期日 在百名汉举行党大会 卓卫斯在会前继续发声捍卫减税措施 说若不采取行动 英国会面临更严峻的经济问题 又为英国需要实施在全球具竞争力的税制 但他也承认事前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 为实施刺激经济措施打好基础 强调由长远利益角度出发 会保障民众获益 并承诺会在冬季减轻民众能源账单的负担 不过减税措施已经令上入不够一个月的 卓卫斯文望插水 英国一间市场调查公司最新的文调显示 和伴的受访者不认同卓卫斯施症 只有1成8的人支持 正支持率跌至负37 甚至低过前手上约翰逊深恒派对门丑闻时的支持率 至于提出减税措施的财相关号庭 民望同样暴跌 正支持率跌至负40 而工党的支持度就上升至4成6 领先保守党19个百分点 保守党党内也出现要求卓卫斯下台的声音 有部份议员认为减税措施严重损害保守党在处理经济问题能力上的声望 或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收复 更有议员已经去信1922委员会 要求就卓卫斯拖垮经济发起不信任动议投票 无线电视记者收视铃报导 先有试一会 稍后回来报导 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被指胜侵一名中国留学生 相反达成民事和解 未有透露金额 全球第一只由细胞复制的北极浪 进驻哈尔滨的动物园和游客见面 回来新闻时间先跟进中国新闻 内地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被指2018年在美国性侵犯一名中国留学生 女士主题出民事诉讼 双方在明天开庭之前达成和解 未有透露金额 双方律师发表联合声明 说事件纯属误会 但对彼此家庭造成伤害 双方决定和解 刘强东发表另一份声明 对太太表示协议 事发在2018年8月 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出席商务活动期间 被指控性侵犯一名中国留学生 刘强东否认 说是在双方同意之下发生性行为 当地检察官说 由于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女士主第二年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赔上5万美元 陕西有载客旅游巴翻侧8死21相 旅游巴原定星期六下午 由西安开往渔林市清监园 使经西延高速公路期间意外翻侧 车头挡风玻璃碎裂 有乘客在路边等待救援 仍安市交警部门通报说 旅游巴上再有33人 中央气象台发布入秋之后 第一个寒潮蓝色预警 是2010年启用预警机制以来最早的一次 新疆乌鲁木齐市 星期六已下入秋以来第一场雪 部分地区积雪达到7厘米 当局预计中东部气温 未来5日下降最少8度 内蒙古中部、黑龙江东部等地 降温达到18度以上 而强冷空气持续南下 去到星期三将会影响华南地区 全球第一只由细胞複製的北极狼 已经进驻哈尔滨的动物园 开放给公众参观 哈尔滨极地动物园的北极狼馆 近日多了两个住客 全球第一只由细胞複製的北极狼马亚 和他的被告犬妈妈 原方说马亚已经适应动物园里面的生活 同次养员的关系也都不错 现在我们世界首次成功的科隆的北极狼 小马亚 目前他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 很健康 他也很适应在极地公园的这个家 这个环境 相关的複製北极狼成果 已经通过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专家的评审 并且一致认为 今次的项目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建议应用到其他 加凭危惧生生物的保护研究 而第二只同样由九代人的福祭北极狼 上个月22号已经在江苏出生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导 北京多个公园近日举办菊花文化节 由当地花围业界自主研发新品种 成为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选用的花围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带大家提下 秋高气爽 行公园赏花是北京市民的热门活动 心情特别好 哎呀 怎么看 北京的秋天是挺美的 最难选的就是这个 你说哪个好看 大的我也喜欢 小的我也喜欢 都很美 都是各有各的美吧 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看的 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这个园林行业 对 再去选看这些哪些花 自己在以后的这个项目里可以用到 缘崖菊 盘景菊等近8种菊花 在北京多个公园举办的菊花文化节上展示 这个花木小菊勸秋系列 是当地业界用6年时间经习交受粉 反复轮选和试中自主研发的新品种 是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选用的花围之一 炫秋系列是能够在国庆前后 稳定的在9月20号到25号自然开花的品种 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国庆的花坛应用来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进行遮光啊 其他的这种处理 黄色和粉色 这两个颜色呢 它的抗性好 株性好 花色好 我们从16年开始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应用 菊花是北京的市花 而北京菊花文化节 今年已经是第12年举办 当局就希望 给市民加深对花卫品种 和创新应用的形式 让市民感受这个休闲观光体验 以及感受菊花魅力的同时呢 我们展出了一些 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 就是目的呢 就是引领花卫消费新理念 给首都市民提供更多的 家庭援引花卫新品种和新形式 以及我们原人律化 一些新应用 当局也举办多项以菊花为主题的活动 给市民参加 直至11月底花期结束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祥康报导 据报美国药厂莫德纳 有意在中国市场销售新冠疫苗 但由于拒绝交出疫苗配方 相关销售谈判破裂 美国药厂莫德纳有负责人在上个月说 若果中国对新冠疫苗有需求 他们是非常渴望和中国合作 又说药厂已经和北京当局 讨论有关供应新冠疫苗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中方曾经要求莫德纳交出 MRNA疫苗配方 作为在中国内地销售相关疫苗的条件 但莫德纳基于安全和商业考虑 视MRNA技术是核心知识产权 拒绝中方相关要求 金融时报又说莫德纳已经放弃 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努力 意味在中国内地销售的谈判破裂 路透社说莫德纳暂时未有回应 美国莫德纳和辉瑞药厂的疫苗 都采用信氏核糖核酸MRNA 透过引导细胞去制造一种蛋白质 产生免疫反应 由伏星医药和德国Biontech生产的伏必泰 即是本港采用的疫苗之一 亦是使用MRNA技术 北京当局目前没有批准任何外国新冠疫苗进口 主要是依赖国内研发的疫苗 其中莫世卫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的科兴和国药疫苗 属于灭活疫苗 即以被杀死或修改的病毒样本制成 无线电视记者朱绍林不留 巨峰因追击美国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 增加至77人死亡 在灾情最严重的佛罗里达州 大量船艇被大龙冲上西部 埋尔斯堡的海岸 部分甚至被冲上路边 埋尔斯堡所在的里院 亦遭到严重破坏 不少建筑物损毁 连接埋尔斯堡和撒尼·贝尔岛的桥梁 部分路段倒塌 佛罗里达州至今仍有近130万个住户和商业机构停电 部分地方缺水 截至星期五 灾区有大约1万人失去联络 当局相信他们仍安全 失联很大可能是与停电和通讯故障有关 气象部门说 伊因正是趋向福根尼亚州 预计会进一步减弱 陈博波认为消费券可以短期提振经济 但外围因素和本地疫情拖累复尝 世妃捕基纳法索政变后局势紧张 被推翻的总统被指藏新法或官司基地 触发民众包围和破坏法国大使馆 最后一节新闻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消费券可以发挥短期提振作用 但外围因素和本地疫情拖累本地经济活动复尝 新一期消费券10月1日起发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字说 大约636万个合资格市民获发第二期消费券 为零售和餐饮市道即时注入大约150亿元的消费力 这几天正值国庆和重阳假期的长周末 节日气氛有了增添消费意欲 他说消费券在刺激市道和提振经济方面效用显著 8月第一期消费券发放的头一个月 大约7成的券额已经用了 当中6成用在零售 其次是餐饮和服务业 超过三分之一市民在头一个月已经存额用完它的消费券 陈茂波说 虽然消费券可以发挥短期提振作用 但外围因素和本地疫情挥之不去 拖累本地经济活动服装和市民的消费 而自消费券计划去年推出以来 6家储席支付平台合共新增大约800万个消费者帐户 和超过15万个商户 网上销售交易额迅速增长 陈茂波说有必要加强支持科技创新和深化应用 为经济和企业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 至于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陈茂波认为必须更深入认识 了解和领会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对未来的筹划 推动香港更快更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尔报道 有组织调查发现 住在劏房等住所的飞长者单身人士 比起住在息质居所的人 患抑郁和焦虑风险分别高出2倍和3倍 建议当局增加他们的公屋偏配额 19岁的彭从事物流 扣除一半工资作日常洗肺后 剩下5000元只足够租床位 睡床位又有很多木室 之前都有想过申请公屋的 但是朋友说要等89年 问我等不等到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社区组织协会今年6至8月访问了173名 由18至59岁 曾经或现证居住在不息切居所 即是劏房、天台屋、板间房和龙屋等等的人 当中9成多都是一人住户 大约8成9人因为住屋开支而节衣缩食 他们教居住在公屋等等的适切居所人士 患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分别高出2倍和3倍 他现在不去将房屋解决 其实跟着他可能在精神健康 各方面的辅导方面都是要付钱 还有没有理由用年龄计分 其实我们都很多例子见到 其实年龄不能显示 他年轻一点就会健康一点 他就会健康一点 他就会赚钱多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他会不会是 反而是独居住得差的 你会加分给他 组织建议当局增加 非长者单身人士的公屋偏判额 并额外为长期独居的申请人加分等 缓和非长者单身人士住屋压力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冬铁线12卡车退役大约半年 旧车箱内的层切 近日在大埔林川河河边一个被雨停重现 熟悉的对望式座椅 配红式扶手 下一站是林川河 半年前的暂别 可见 但愿车长久的愿望是这个被雨停实现 大部民政署和港铁合作 重塑东铁线12家车 烏鹰头车厢 车门、车窗、座椅等等 有了第二生命 设计都很好啊 很漂亮啊 如果多些地方可以再做同样的设施 就更加好 强差人意 因为那两个车箱没有扭架 如果可以的 直接把车箱的玻璃砌进去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不完美 因为始终很临时的整个东西 可能下雨或打风 都可能已经有破坏了 有关着铁路保育的人说 看到此情止境反而更加心痛 好像是被人硬硬塞进去这个空间 只是将个别的座位 或者摆设你只是在一个公共地方 做一个展示 但是你又没有去解释 究竟为什么放在这里 或者其实这件物件 对于社区有什么意义 其实就损失了它 即是本身放在这个位置的意义 我想其实最好的保育 是应该由一个完整的车卡 展示在一个交通博物馆 可以让市民去了解香港的交通博物馆 政府曾经说 未有计划增设另一座 关于铁路的博物馆 但计划在港岛海滨 重置一列烏鹰头 港帝就说 退役列车个别组件 循环载用的计划 收到非牟利机构和学校等不少查询 多个项目已经陆续完成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册希布图 国际消息方面 英皇查理斯三世将不会出席 下个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白金汉公说 查理斯三世向首上卓卫斯尋求建议 基于上湖尊重和友谊 占纳对方建议 同意不出席大会 一向关注环保问题的查理斯 曾经多次出席大会 而在他继承王位前 亦曾表示今年会出席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 卓卫斯近日到白金汉公会见查理斯 表明反对他出席大会 相信同部分环保议题 可能被政治化有关 查理斯应该按英国君主 保持政治中立规定备席 本地竹总监首圈 港会加时2-2-1 击败10人应战的晋风 竹总监一场过 首圈的胜方晋级八强 粉红衫晋风率先有破门机会 何思哲第一时间抽到去 费利普萨想撿鸡但过不了废茶 上个月仍在联赛交手打成1-1 两边各有攻势 到了35分钟 港会有快攻机会 按告沙沿着右路推进 四个粉红衫好像百米跑冲刺回防 都化解不了危机 留了远处的李小行 港会领先1-0 防守的顾着望波 李小行也走出入盲眼位 曾仲南已经伸到尽了 都阻止不了 圆半场前 晋风有机会攀平 费利普萨传到何思哲 被杜国梁挡走 今场两队都出现了不少黄金机会 李小行半单都扭过门帐 但被郑景浩护空门 晋风的防线压得很前 李奥推右走了又过 再次是篮球达阵的画面 醉不到 但最后一脚就射得太正 被罗浩阳接失 港会一直拿不到保险球 到了86分钟终于失手 晋风的波磨浩阙第一时间 射入死角追成1比1 费利普萨在底线前传出 波磨浩阙不负所望 将比赛延续到家时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挨打 港会先有李奥远射 他之后还令到艾拔简奴犯规 两王一雄晋风踢少一个 港会把握优势加强进攻 李小行射门被接实 到了家时下半场 麦美伦方冷战得手 116分钟为港会锁定赢2比1 晋级8强 将会对着东方 母线DC记者黄志謙道 7点半新闻报道 议员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